歡迎來到百變金曲獎頒獎典禮 歡迎頒獎人孔劉孟慶兒 大家好 我是孟孟 孟慶兒 大家好 我是孔劉 孔大哥 聽說你是孔子的第79代傳人 那你知道嗎 真的嗎 對 關我什麼事 當然有事啊 當年要不是我們孟子 繼承你們的儒家思想 搞不好啊 拜託 拜託 怎麼這樣 你們在那邊發揚的時候 我們的孔子 早就走了一兩百年了 哪會知道那麼多 而且我就是孔子第79代中 顏值最高的這一位帥哥 其他的關我什麼事 夠了沒 要是孔子知道他的後代 除了你這麼一個神經病 一定很難過 所以今天我找了家人們 要來代替孟子懲罰你 好…不是代替月亮是不是 對 你以為我是單槍匹馬來嗎 我今天也找了三位阿咒 因為我79代 他們76代 一定嚇你嚇得屁滾尿流 而且呢 拜託 好像你真的是孟孟一樣 人家本人有來到現場 身材這麼好 我看你還是算了吧 我跟他 只插在中間這個洞而已 我有辦法 服裝師來剪刀給我 剪刀拿走 怎樣 要就錄影 要就理他 好 那我們還是先來錄影 我們來看一下真正的孟孟好 因為第一次在本人面前模仿 是 我真的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今天孔孟兩代的後人 都有來到現場了 要來PK了 要不要錄影 要…來 服裝師我的剪刀 趕快來收看 看到沒有孔孟的人家思想 真的佔了我們中華文化 非常大的一個部分 你看幾千年的歷史 跟這兩位絕對脫不了關係 沒錯 尤其是我們這個 充滿知識的意志節目 有關於孔子 孟子的題目 很常出現 是 所以今天邀請到他們的 後代傳人來到現場 我們來比一下 到底是孔子比較厲害 還是孟子略勝一籌 好的 趕快把他們介紹出來 首先我這邊至聖孔子隊 歡迎孔令元 嗨 接著是孔令舞 還有我們的孔令昕 你看都有備份的 對 立足備 亞勝孟子隊孟靜兒 還有我們的Amber 還有孟靜翰 歡迎 你們看到沒有 我們節目沒有亂做 都是他們的傳人 對 其實看他們的名字 就知道說有分備份的對不對 像如果是76代的都是令 就是孔令什麼 那有什麼孔令期也是你們 也是嗎 也是76代的沒錯 也是嘛 那其實你們的名字 大家看你們的名字一定會常問 說你們是不是孔子的後代 對 或是跟孔子什麼關係 是 老師你看那種新生報道 或寫學生資料的時候 老師一定會問 沒錯 老師通常就是會第一個記得我的名字 就孔令元 沒錯 所以就要撐住那個被老師記住的壓力 而且成績也要特別好 博文考不好 老師還會說 你孔倫 你祖先講話都記得 輪語你都不會背 你還叫其他同學背 他們不會這樣說 但是其實我的同學們就會說 在背輪語的時候就說 那個 你祖先怎麼這麼多話 我們在這邊還要在那邊背 對啊 我就說應該你們就是 還沒有看過孟子吧 孟子 有在嗆了 有在嗆了 孟子什麼告子篇 什麼一大串的 那個很多 還有那個什麼 天將將大任於私人也 那個更長 沒事 等一下好好拷問他 對 那令吳呢 令吳 你有碰過同樣的嗎 孔家的 有 有 以前的數學老師 國中的數學老師 他就是 是我爺爺的上輩 他的那個自輩分是慶 慶 等於你76 慶他等於到73了 對 但他是個年輕的老師 就大概三十幾歲這樣 所以我國中數學特別好 是因為他有特別教你 還是因為你是 我覺得是 我們比較契合 我聽得懂他教什麼 所以就會學得特別好 而且他因為說 令吳啊 不要丟我們孔家的 沒有 那有一些避考題 你先看一下 對 令吳啊 沒有 令吳啊 你的準考證號碼 告訴老師 老師閉著眼睛 就直接給你 沒有 我很認真的 沒有遇到這個 令熙呢 很帥 很帥 孔家村這種就是對 這種無袖上衣 不是每個人都穿的 來 我沒有穿 你沒有嗎 有啦 那個吊嘎 吊嘎 他真的孔家的後代 有練過 也有遇過 同樣的孔家 有 我之前有一次 體檢的時候 對 然後遇到一個志願者阿嬤 他就是 我最後體檢完膠錶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叫孔令熙 你是不是也是孔家的後代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之前遇到過 很多人這樣問 那我就 我一般都是說 對啊 我是76代 以前到76代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是 德字輩 德字輩 那就是70 就是德字輩 是我的下一代 77代 當然他是阿嬤 那個家訓 你們唸得出來嗎 我們會大概上上下下 知道 那應該是就是一句話 一句話的對不對 對 好像是五個字 五個字 一個詩 然後我們就是孔孟言真 四大家族是一起拍的 對 就是孔子孟子炎就是炎迴 然後真是真子 對 所以他們是四大家族的 幾代幾代的智慧一樣 對 所以說像今天慶兒 他是 那76代就是令 對 那他79代就是蒂 孔劉的本名好像是蒂 他好像跟我們不在同一個 他就沒有在一起拍 對 所以其實孔家如果到73代 也是叫慶 就孔慶什麼 就是你當年遇到的數學老師 沒錯 那如果說慶兒的孫子 可能也會叫到令自輩 是 就是昭憲凡祥 然後是祥 祥嘛 對 是祥 我的孫子會叫是祥自輩 昭憲 這是通天譜 是明太祖頒布的 所以 慶凡祥 像我們有 也有一個名人 什麼孔祥溪 對 他就是慶凡祥 他就75代 對 孫子啊 乖孫子 對 他馬上就 孔奶奶 他之前有那個 有個醫師 什麼孔帆什麼的 他們那一代的就是 74代 對 不同的啦 那身邊也有人開妳這個玩笑嗎 就是 每一次上節目 或是私底下朋友聚會 一開始不認得 對 他是孟子的後代耶 然後馬上呢 這時候這個賀群哥就會說 就梁啟超的後代 或者是 然後馬上這個 我的心湄就是說 我是葉問的後代啊 這樣 然後完全 對 就完全 然後這個話題 就這樣子 哈哈就結束了 然後我就想說 你不是那些人還不跪下 我是認真的 不是說我們有優越感 只是說 怎麼我的姓氏 變成一個玩笑 就這樣過去 對啊 那是73代 73代 都是我們的主奶奶 對 那隔壁 72代 更早 我今天備份最具備 這是我的 親小姑姑 小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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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如果按照剛剛 親兒這樣唸 妳應該是 我是憲之輩 憲之輩 是 是 對 妳看他們就隨口 就把它唸得出來 對不對 那那個同學 也會跟您開玩笑嗎 我們從小就是 一旦學到孟子的時候 就說 妳應該是性本善吧 所以我不能發脾氣 這樣歸屁 我這樣一發脾氣就說 妳不是性本善嗎 是 所以呢 我看妳應該是 尋子吧 所以後來我就變成 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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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本善 性本善 尋子 是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我的堂哥是 電腦公司的董事長 所以今天你們三個 是一家親耶 對啊 我們是一家親 對 都是我的家人 所以我今天錄影特別感動 很棒 很棒 對啊 好感人 那三位就是同志輩的這樣 對 親弟弟 好 親弟弟 對 親弟弟 對啊 其實說真的 這種孔夢要找到正宗的 也不好找 很棒啊 都是找到親人 這樣更好 妳看今天都是家族聚會對不對 而且妳看我們獲勝 會有10萬元高級家族 謝謝 今天孔夢大戰即將開始 馬上進入我們的 腦力對決變變變 捷運遺事物排行榜出爐 小娘的遺事物竟是小孩 颱風中心風速達每秒幾公尺以上 稱為強烈颱風 A 51公尺 正確 自小客車出場滿幾年以上 開始要定期驗車呢 B 5年正確 據統計 台北捷運遺事物排行榜 第一名是什麼呢 第一名三 錯誤是水壺 然後第二名就是衣服類的 第三名才是雨傘跟一些證券 再來應該就是小孩啦 小孩 沒有 沒有 好像是很像的 妳塑料要注意 今天要討厭大家的是 生活觀察家 對 說真的這個儒家思想 真的蔓延在我們的生活中 對 而且很多孔子孟子的言論 也都是見為之助 然後有感而發 就直接看到什麼就說什麼 是 所以待會看到題目 如果知道答案要聽到 請搶答 才可以按鈴喔 好 來 第一題請出題 這個其實是一間學校 兩位剛好同校 看你們知不知道囉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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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喔 來 請搶答 好 庆兒 50 50 等一下 有一個學校嗎 正大 什麼東西 不好意思 妳的答案是 等一下 50 50高中嗎 就是 4 3 2 1 這兩個字是中文字 中文 我是不是搞錯了 方向嗎 答案是什麼 政治 這兩個字 對不對 抱歉答錯 來 有機會來嗎 定員 定員 明天什麼學校 正大 兩個字 對 這個答案對不對 政大 恭喜答對 我們兩個是政大的喔 對 我們兩個是政大 我們兩個緣分很深了 定盒跟這個令員 都是政治大學的 是 對 因為你看他政大 他外面框框 剛好是一朵美 其實他早期是 中華國民黨籌備的 這個黨務學校 然後他第一屆校長 就是蔣中正 是政大的 剛好兩位都是校友 那我們這一題呢 孔子隊暫時領先1分 來 下面一組 下一題請出題 這個常常在食品上面 那這兩個字 最重要的這兩個字是什麼呢 請搶答 食品 我們要去檢查 一定要 通過 通過他會蓋什麼呢 來 令五 來 令五 合格還是什麼 合格 合格 通過還是蓋在豬肉上 這兩個字對不對 對 合格恭喜答對 豬肉啊 牛肉跟羊肉 它是那種屬於 假設屠宅場的衛生檢查 那合格就會蓋這個罩 蓋合格啦 對 它有時候會蓋在那個皮上 但有時候我們皮不吃 就會把它 把它削掉 對 削掉 那個屠宅戶一定會把它 先把它切掉 所以我們看不到那個印章 對 好的 目前孔子隊領先2分喔 我們再換人搶答 來 下面一組 對上令熙 這邊要加油了 好 下一題請出題 好 這個貨車怎麼樣了 這個有時候在那種高速公路上面 會看到喔 請搶答 來 來 慶泰 現實 貨車怎麼了 過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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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字對不對 過棒 恭喜答對 好 你看這個就是給那種 超過5噸以上的貨車去過棒 是 因為那個5噸車子非常的重 那裡面貨物也很重 你總不可能交貨物再搬下來吧 所以它其實是地面上會有一個過棒區 然後你車子開過去的時候 它下面就會有棒秤的儀器去感應 對 有時候在高速公路會看到是因為 你如果快要到了 它會跟你說你再往前開 會經過過棒區 然後你開過去 它就會顯示合格 然後就直接再往前開 對 那有時候哈校園開過去也要過棒 沒有 也要過 那如果他們 因為他們那種電子連線 你如果超重的話 它就會連線到 你到前面再往前開一點就會 那個警車就來了 就會被攔下來 那有的可能是貨車上路之前 他們會先量 那個叫地棒 它就是埋在地面下 因為沒有這麼大的棒秤 它一定就是埋在下面的過棒 好 現在孟子追上一分 現在2比1 好 我們再來換人搶的 OK 又輪到令元跟慶兒了 好 下一題請出題 音樂人都知道 這是哪一個和弦呢 請想答 等一下 停 不要衝動 OK OK 我們先宵領了 來 兩隊請準備 請 好 來 令元 G G G 這個答案 對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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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的 這一回合比到目前為止 孟子隊拿到1分 我們孔子隊拿到3分 所以這一回合孔子隊獲勝 完事 那待會孔子隊可以得到 我們的優先選題權 是的 馬上進入下一回合 好 這個回合呢 隊友幫不了忙 好不好 要見真章 一對一的要來廝殺 是 兩隊各派一個人上擂台 一對一PK 但是你放心 我們的選項 不是A就是B 對 是 但是我們呢 一個回合要PK10題 如果這一回合輸了 也不要氣餒 因為我們計分方式是 兩隊30題裡面 打對的題數多的獲勝 那我們剛剛因為這個 孔子隊先獲勝 是 你可以優先先選擇題庫 我們的題庫有 生活題 文史題 影視娛樂 科學題 四選一 對 選你擅長的 那我一定是生簡單 好 生活 生活嗎 那生活是誰要去呢 另舞嗎 我去是不是 另舞嗎 OK 好 他們派出的是另舞生活題 你們誰要來迎戰呢 就是看我們的Google Google 小Google 我比較久的 對 來 兩位有請 來 請上台 加油 不是A就是B 生活題請出題 圖片題 哪一隻是馬爾基斯犬呢 3 3 2 1 A 另舞 B 正確 A是西沙那一隻 鷹歌區隸屬於台灣哪一個縣市 A 新北市 B 桃園市 3 2 1 另舞 B 桃園市 是新北市 A 據統計 台北捷運遺失物排行榜第一名是什麼呢 A 水湖 B 雨傘 3 2 1 另舞 B 雨傘 錯誤是水湖 圖片題 哪一個號字代表禁止臨時停車 3 2 1 A A A 正確 B B 是車道禁止進入 政府提供幾歲以上女性每年一次免費子宮頸抹片檢查 A 34 B B 30歲 3 2 1 另舞 B 30歲 正確 A A Ember 南投 A還是B A 正確 B 正確 B是宜蘭 自小客車出場滿幾年以上開始要定期驗車呢 A 3年 B 5年 3 2 1 Amber B 5年正確 台中爵士音樂節即將在幾月舉辦 A 9月 B 10月 B 10月 3 2 1 Amber B 10月正確 圖片題 哪一個是運動品牌Puma 3 2 1 A 正確 B是Jaguar 好的 A 1 A 1 A 4 A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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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 A 3 A 2 A 2 A 3 A 3 A 3 B 1 B 1 A 3 B 1 B 1 A 3 A 3 A 3 在新北 三峽英哥都是 英哥最近很紅 對 因為我們台灣女兒 全級金牌國手林玉婷 他之前在比這種台北的 全大會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是以 新北市代表的選手組長 所以英哥就是在新北市 那我們捷運 遺失物的排行榜 第一名通常都是水湖 然後第二名就是衣服類的 第三名才是雨傘跟一些證券 這樣子 妳說要注意 要提醒 因為有時候人多 那天更扯父母去唱歌 小孩要丟在錢櫃 有那個前幾天的新聞 真的喔 那還有接錯小孩的 還有那個幼兒園的 他接錯小孩抱回去 還是什麼 他以為 小孩的鞋子穿錯 要回去換鞋 結果他發現不是是他抱錯人 他認得鞋子 認不得小孩 對 這很扯 但其實說這 因為如果遺失物雨傘 沒有在前三名 最主要是因為 現在台北捷運站門口 其實都有很像 U-Buy那樣租借愛心傘的歌 你就是掃QR口 你就可以借一把愛心傘 付一點點費用 對 然後下次再下一個捷運站 再把愛心傘還回去 好的 那我們這一個 短暫的回合結束之後 又輪到孟子隊來選題 來 生活題已經被選走了 對 文史 娛樂跟科學 你們要選哪一個呢 你要文史還是飲食 嘿嘿嘿 文史 好 兩邊在推囉 慶兒跟慶泰 兩邊在推來推去 是怎麼不選 對 妳要選擇的是 我們選文史 文史 哪一位上陣 不知道 慶泰嗎 好 我上陣 先選擇 謝謝 妳們是 律師 律師 OK OK 帥哥 對 帥哥 來 請坐 帥哥 孟金兒搶鈴超強超快速 讓孔麗媛呼喊搶不到 日前跟孫安佐 起衝突的拳王韓森 外號叫做什麼呢 1 慶兒 A 慶兒 小Q 假 B 錯誤是A 台中小打假 川普近日上傳了 哪一位天后的AI合成照 表示相挺 1 慶兒 A 錯誤是泰勒斯 榮獲2023年度 全球最性感光頭 第一名的是誰 慶兒 A 正確 A 威廉王子 一題都按不到 不是A 就是B 文史題 請出題 圖片題 有西方的孔子之稱的是哪一位哲學家 3 2 1 慶太 A 錯誤 是B 蘇格拉底 A 是柏拉圖 唐朝詩人孟昊然是孟子的第幾代子孫呢 A 33代 B 32代 3 2 1 慶太 B 錯誤是33代 图片題 孔子是智盛 那哪一位是副盛呢 3 2 1 慶太 B 正確 B是炎回 A是曾生 西元元年 大約相當於中國哪一個朝代 A 秦朝 B 漢朝 3 2 1 姓太 B 正確 哪一個皇帝開始將皇袍作為皇帝專用服飾 A 唐高祖 B 秦始皇 3 2 1 令熙 B 錯誤是唐高祖 圖片題 本草綱目是哪一位的著作 3 2 1 姓太 B 錯誤是A 李時珍 B 是畫陀 蔣經國總統推行的十大建設 不包含哪一項 A 核能發電廠 B 高雄港 3 2 1 令熙 A 錯誤是高雄港 五顏古詩 游子銀出自於哪一位唐朝詩人 A 孟浩然 B 孟嬌 3 2 1 清太 B 正確 A 是孟子 B 是孟子 B 是孔子 好 回合結束 謝謝兩位 你看海鮮李厚賓對不對 果然 這個是 很有禮貌 非常有風度 還握手 對 好 剛剛第一題比較難 有西方孔子之稱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只是看到這個雕像會認不出來 對 有西方孔子之稱的是 B 蘇格拉底 那A 是柏拉圖 因為蘇格拉底 本身就是柏拉圖的老師 所以柏拉圖又叫西方的孟子 對 就是這個意思 那剛剛還有一個 孟浩然是孟子的第幾代子孫 這個 我覺得這一題只有親兒答出來 因為他會背那個幾代幾代的 可是問題是這麼緊急的時間 你算 也算不出來 這個滿前面 像其實到33代 他們的字背就是浩 因為孟浩然 他的名字就叫孟浩 33代是孟浩 如果32代好像叫孟大什麼這樣子 是大這樣 然後像哪一個皇帝開始 將皇袍作為皇帝專用服飾 其實是唐朝 唐高祖 唐高祖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爸爸 就是李渊 那秦始皇呢 他那個時候還沒有用黃色 當皇帝的服飾顏色 因為他們以前很流行 那種什麼黑色 五星 對 金木水火土 那因為秦始皇他是上一個是粥 粥是火德 所以到了我這個秦 我是水 因為水克火 那水的顏色就是黑色 所以秦始皇的皇帝服裝都是黑色 那一直到唐朝的時候 他才改說皇帝都用黃色的 對 所以我們看一些歷史劇 不是都是黃色的 對啊 你有沒有看那種唐朝 以前的那些皇帝好像都穿黑的 對不對 然後蔣經國推行的十大建設 其實它裡面的港口 就是台中港跟蘇澳港 是沒有南瓜到高雄港 對 拿破崙的滑鐵乳 滑鐵乳其實它真的是一個地名 它就在比利時的瓦隆大區的 瓦隆布拉邦省的一個市政 那大家以後都用滑鐵乳來 說你這個人在慘敗啊 不小心 慘遭滑鐵乳 一絲組成千古恨這樣子 好 那我們目前呢 剛剛的令熙 不小心滑鐵乳了一下 所以零分 那我們孟子這邊四分 目前呢是8比4 對 雖然落後四分 但是搶回來是有可能的 追得上的 對 是追得上的 來 我們現在剩下 影視娛樂跟科學 那剩下令元跟慶兒嘛 來 令元你要選 很緊張 影視娛樂嘛 唉唷 我都圈內人嘛 好 要來聽一下啦 來 兩位請上擂台 不是 這是一支影視娛樂題 請出題 A 錯誤是B S 法 對不起 日前跟孫安佐起衝突的拳王韓森 外號叫做什麼呢 A 台中燒打雞 B 台中燒酒鞋 3 2 1 靖兒 A 姓兒 燒酒鞋 B 錯誤是A 台中燒打雞 A 即將在十月舉辦的電視金鐘獎 是第幾屆 A 五十九屆 B 六十屆 3 2 1 來 音源 B 錯誤是A 2024年五十九屆 圖片題 演唱歌曲跑 向前跑的是哪一位藝人 3 2 1 憲兒 B 正確 包圍民 A 是浦海鎮 哪一位藝人 近期依規定入伍 扶一年的替代役 A 林博鴻 B 許光漢 3 2 1 並言 許光漢 正確 川普近日上傳了 哪一位天后的AI合成照 表示相挺 A 碧陽斯 B 泰勒斯 3 2 1 靖兒 A 錯誤是泰勒斯 A A 圖片題 榮獲2023年度 全球最性感光頭第一名的是誰 3 2 1 憲兒 A 正確 A 威廉王子 韓國人氣啦啦隊李朱瑩 目前隸屬於哪一支球隊 A 騎雅虎 B 三星師 3 2 1 憲兒 A 正確 齊雅虎 哪一位歌手10月份即將在小巨蛋開唱 A 蔡依林 B 王心霖 3 2 1 憲兒 B 正確 王心霖 A 蔡依林 圖片題 演唱歌曲 大宇大宇一直下的是誰 3 2 1 來 憲兒 A 正確 胡瓜 B 是五月天的阿信 兩個很像 來 實題結束啦 實題結束 謝謝兩位 真的 你一直都按不到 這個搶也搶得太激烈了 關鍵都是在於搶鈴啦 對 歌曲 Supernova就是Aespa唱的 那剛剛另外一個照片呢 是那個媽媽木 一樣都是四個人 但是都一擺在一起 容易認不出來 是 那目前跟孫安佐 這起衝突的拳王韓森 他叫台中人 小帕傑 小帕傑 打架的意思 台中小帕傑 然後他們兩個就是要約戰 然後呢 10月的電視金鐘獎 今年2024年呢 是第59屆 那如果廣播的話是2024年的10月12號 那如果是電視 綜藝類的話是10月18 那戲劇類是10月19 其實像前陣子川普 他在這個網路社群都發了很多張照片 就泰勒斯支持他選總統的照片 就他跟泰勒斯的合照 但發現那個是AI合成 因為泰勒斯後來就隨便曾經說 我以前不支持他 我也會也不會支持他 所以剛剛現在AI有多厲害 對… 好 那我們剛剛呢 這個激烈的暗鈴搶答之後呢 總分 逢子是5分 那孟子是13分 什麼 這相機要是 不想要摸一下 發現到暗鈴這一塊 對 對 那恭喜我們的孟子隊 是我們待會兒的 終局之戰的A組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 百變終局之戰 好 恭喜啊 聖孟子隊呢 是我們今天的A組 是 那有資格呢 可以獲得呢 我們全套的獎品 所以今天獲勝可以得到 AI智慧 頂級按摩沙發 是的 還有鋼板電瓶三層冰箱 以及50吋 4吋 心血 是病 對 我們家只超過10萬人 剛好你們又是一家親 美食 家電又好分 是 但是雖然你是孟子的後代 又是正大名校畢業 我們今天對面兩個 也不遑多讓啦 首先第一位是 台大流行病 預防研究所博士班 廖世祥主播喔 她好 還有我們營養研究 台大食品安全研究所 畢業的國家高考營養師 方馳生養師 大家好 他們兩個都沒有在手軟的 對 所以 但是沒關係 電眼是孟子的後代 不要再給我壓力了 對 對 有很多經典 讓我們可以吸取儒家思想 當然 我們主要就是宣傳人性本善 對 為了感謝你們 我們也秉持著人性本善 給你三張敬人獎 謝謝 三選一 三選一 人性本善 火力加一 就是你可以找一位你的隊友 跟你一起上台大體 但是我們只會聽一個人主答 所以如果對方在附送 會有一些時間差 你們默契就要抓得很準 好 對 再來關鍵十秒 官方的十五題 我們會有一個暫停 那到時候你可以選擇說 你要call他們十秒 還是加你自己十秒 因為我們的大宗旨就是 先歸零就輸了 對 好 然後再來呢 如果遇到不會的題目呢 你就使出這張牌 馬上幫你暫停 你哪一題也不用打 輪到他們打 他們要連聽兩題的題目 而且要答對兩題 他們才會過關 才用輪到你這邊打題 所以可以消耗他們不少時間 是 有沒有比較心意哪一張 我還是希望call他們的秒數 十秒最直接 然後不然的話就是希望 就是能夠 好狠 十秒最直接不用跟他們 現在就要抽了是不是 當然 好 你覺得哪一張會是你講的 要call他們秒數的那一張呢 確定嗎 確定就是這一張 確定 要不要壞 我這個 你心不改名 做不改名 都是不改的 不改啦 性本善 就是這一張了 那就好你啦 好 也可以啦 也可以 很棒嗎 所以這是我不會的時候 我就說 管理人打 你把牌子舉起來 我就幫你暫停 這張卡又稱 可是如果我不會打 然後馬上他就打出來 這樣我不是更熟 沒有 他會換題啊 他答新的題目 他一定要換題 因為他聽題目需要時間 你才能耗他時間 那就好 對 但你只能用一次 你不會一而再 再而三一直抽 一次一次 一次我們會生氣 我會說幾次生氣 待會兒你先打 然後一人一提 好 OK嗎 好的 加油囉 老師請出席 孟七人答題超強超準確 讓關注只想要好好努力 三國故事當中 五虎上將屬於哪一國 出國 正確 唐伯虎點秋香 別人笑我太瘋癲 下一句是什麼呢 我笑他人看不穿 正確 新加坡將於2025年 迎接建國幾週年 60週年 正確 用來彈奏吉他的撥片 英文叫做什麼呢 peak 正確 時間暫停 62比62 平常 平常還是英文 好英文 藏副社隊62 好 有什麼要說的嗎 要說了嗎 我要努力 一起來 好的 加油囉 老師請出題 被稱為亞勝的孟子 本名是什麼呢 孟柯 正確 今年的中秋節 在國立的幾月幾號 9月17星期二 正確 台語歌曲 吉利秀火索的原唱人是誰 紅蓉紅 正確 台北市立新莊棒球場 是哪一個隊伍的主場館 富邦漢匠 正確 精選獎是台灣哪一所大學 舉辦的音樂比賽 正確 成田七場跟羽田七場 哪一個離東京比較近 羽田 正確 英文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是什麼意思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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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 下一題 在台灣人稱 豬球教父的是哪一位選手 正確 羽球比賽決勝局 一方得到幾分 需要交換場地 11分 正確 三國故事當中 五谷上將屬於哪一國 主國 正確 唐伯虎點秋香 別人笑我太瘋癲 下一句是什麼呢 我笑他人開不穿 正確 漫威電影當中 幻視頭上的是哪一個寶石 心靈寶石 正確 生於憂患 死於安樂 出自於孟子跟誰的對話 告子 正確 新加坡將於2025年 迎接建國幾週年 60週年 正確 用來彈奏吉他的撥片 英文叫做什麼呢 Pick 正確 時間暫停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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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ng 不要再Pass 一直點 如果不要Pass 你是贏他的 那就是 所緣不如起而行 我們的公司就叫起而行 有...不要... 你們公司才出道 好 我剛剛突然一試腦霧 你們公司叫什麼名字 起而行 所以嘛 錯而言不如起而行 但是好消息是 你們現在平手 對 可是你還有技能卡可以用 沒錯 所以你還是可以超越他 看他沒有 因為待會兒... 不要忘了用 對 因為待會兒回來 還是你們這邊先打 好 那我們現在官方的15題 暫停之後 你們要不要換嗎 你只能換隊友 不能換關主 先繼續 繼續嗎 繼續 不要把公公都在咬著 男哥跟公公嚇到了 控訴 這個速度很快 你看這個堂妹跟小子女嚇到 加油 好 好 準備好了嗎 好 記得用卡 那你先 好 你先 62對62 有什麼要說的嗎 要說了嗎 四翔有什麼要說的 有什麼要說 老方呢 老方 我加油 加油 待會兒就見真章了 好 一分一秒至關重要 Hold住 來 你先 慶兒 你先 老師 請出題 正確 老花眼是因為眼睛的奶的構造 失去彈性 水晶體 正確 原子筆最早是由律師 還是記者發明的 不是記者 正確 以美常用的美白針 最早原本是什麼用途 直線 正確 迪士尼認證的公主當中 年紀最小的是誰 三題 來 來 這邊請打兩題 以天屠龍記當中 武當派的創始人是誰 張三豐 正確 人的指紋最早約在母體內 幾個月就已經形成 三個月 正確 好 慶兒 哪一種水果被金氏世界紀錄 列為最營養的水果 芭蠟 下一題 全世界平均身高最高的國家 是哪一國 荷蘭 正確 魚油能夠幫助眼睛 是因為所含的哪一種成分 Omega-3 正確 最早成功的活體器官移植 是肝臟還是腎臟 肝臟 下一題 在籃球界有大房東 稱號的是哪一位球員 那個La Bronze 下一題 河馬的汗排出之後 會從透明變成什麼顏色 黃色 下一題 成語 金風 宋爽 金風指的是哪一個季節的風 秋天 正確 竹山 子南宮所祭祀的主神 是哪一尊 伏地宮 正確 以比例豬肉當中 最高等級是什麼顏色的標籤 白色 下一題 迴轉壽司 最早出現在日本的哪一座城市 中心 開始 時間到 START 來啦 但是我覺得 慶兒有一點拿她示範得很好 對 與其妳說PASS 妳不如隨便講一個答案 搞不好懵中 而且我很喜歡她的一個態度 是很多人只要一個PASS 兩個PASS會慌 她後面就會一直抱頭 PASS 但是慶兒她 一兩題PASS以後 她還會 她荷蘭她又答回來 對 她會聽清楚題目 她荷蘭答回來 金風是秋天 她也答回來 對不對 這真的是很有底蘊 很棒 對 你這樣 好查 無學底子很好 很好 真的 迪士尼認證的公主當中 年紀最小的是誰 是白雪公主 因為她當年只有14歲 對 我們都以為白雪公主 應該是老公主了 因為白雪公主 她算是迪士尼的第一位公主 所以憑良心講 白雪公主現在應該也是 70幾歲了 但是她永遠活在那個14歲 所以她是官方認證 最年輕的公主 對 就像大雄一樣 永遠是五年級 對 珍惜哪裡沒辦法 大雄 小雄子 小雄子也是 對 還要再扯嗎 那比小雄永遠都幼稚圓 對啊 五歲 對 那公騰心醫到底什麼時候會變回來 她的公騰心醫 現在都到任何時代了 對 對啊 哪一種水果 被金氏世界紀錄列為最營養的水果 其實就是酪梨 因為酪梨它富含 大白石礦物質 維他命 是營養最豐富 而且均衡的水果 我們可以問一下營養師 但是以營養學來說 酪梨我們會把它歸在油脂內 所以它的外型長得很像水果 很多人會覺得它就是水果 但是它的營養成分裡面 是油脂是佔主要的 所以很多人減肥吃酪梨越吃越胖 對 但是我們等於說有吃酪梨 就要向我去攝取油脂量的那種算法 去吃它 對 對 大概以美國的那種酪梨 六分之一顆就是一茶匙的油量 對 所以很多人一直就吃半顆 大顆等於這三茶匙 太多了 那要小心喔 但是沒有關係 慶兒她喜歡的是芭樂 芭樂是最不會胖的 對 但是維他命C很多 可以抗氧化美白 那籃球界有大房東 就以前那個 因為它得在籃底下 大房東 不是大房東 不是大房東 大房東 它在籃底下進去有沒有 搶不到籃板 就很高 以一擋百 對 那河馬的汗 其實剛流出來是透明的 後來慢慢變成深紅色 後來發現河馬 誰會知道 對 因為河馬的汗其實它兼具 防煞還有抗生素的功能 所以它顏色會稍微變一下 不是說它有眼線 像我們的眼睛 眼淚流下來是黑的 那個就是眼線衣不防水 謝謝 那我們這邊 這個慶兒很精彩 但是我們還是要遺憾宣佈 慶兒挑戰 失敗 來 歡迎B組 所以憲哲隊派出的是令元 那令元上次有 有過經驗嗎 在這裡的經驗 跟昌明哥 對 火力加一 那再一次來挑戰 有沒有沒那麼緊張 我現在非常緊張 因為我只有一個人而已 不會吧 因為沒有昌明哥 你應該會答得更好 是這樣嗎 一定會 我覺得他緊張都來自於 慶兒給他的壓力 他一個表現得太好 好強耶 但是如果我們獲勝 一樣有獎品 有50吋4K 液晶螢幕顯示器 加油 等一下 你要加 你要加什麼 這個電視感 這個電視感 好 製作人說如果你獲勝了 除了50吋4K螢幕顯示器 還再加一個無線吸塵器 以及一個黑金乳的電子鍋 就是 這算大放送 對 三個 你們三個人好分 好的 加油 講品那麼豐富 就靠你爭取了 那你先一人一提 好的 好 來 老師 請出題 在繼續校園生活當中 飾演小蘋果的是誰 孔麗仁 正確 冰書36季當中 最後一季是什麼呢 走圍上策 正確 曾子 曾子余 周子余 哪一個是孔子的弟子 曾子 正確 坐船時 坐在船頭還是船尾 比較不會暈船 船尾 正確 騎機車時 方向燈的案件 在左邊還是右邊 左邊 正確 諺語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下一句是什麼呢 再回頭一百年生 正確 知名時裝品牌BV 源自於哪一個國家 義大利 正確 鯉魚潭水庫 位於台灣哪個縣市 鳥力 正確 兩千年的歌曲紫曰 演唱人是補學亮跟誰 阿寶 正確 在灌籃高手當中 誰哭著對教練說 我想打籃球 曾錦獸 正確 被稱為孔子的 七十二嫌人弟子之首是誰 演員 正確 俗話說幾日不讀書 便覺面目可憎 三日 正確 沙烏地阿拉伯 位於哪一個半島上 阿拉伯半島 正確 根據台材統計 高額中獎人 最多是哪一個星座呢 處女座 正確 一般民謠吉他當中 弦心的材質是哪一種金屬 南北韓分治大約在哪一次 世界大戰之後 二戰 正確 紫曰 君君成城 父父子子 出自於論語哪一篇 演員 正確 台灣基隆市現任的市長 叫什麼名字 借國梁 正確 多巴胺 腦內飛 此激素 哪一個不是快樂激素 此激素 正確 世界棒球十二強賽 中華對手戰將迎戰哪一個國家 南韓 正確 NBA史上第一位擁有四面奧運金牌的是誰 Durant 正確 水浦傳所描述的內容是中國哪一個朝代 中華 正確 電影《孔子決戰春秋》當中 飾演孔子的是誰 中華嗎 正確 梁朝偉 黃秋生 洪金堡 誰沒有演過夜問 洪金堡 正確 詩巾 上書 禮記 周易 春秋 統稱為什麼呢 中華 正確 香港 日本 韓國 哪個地方開車是走駕 好 哎呀 哇 哇 哇 為什麼 那個製作人那麼多勾真能分敦 對啊 有 真的 我好好想想喔 我去越來越覺得V組有機會 因為60秒 打的題數少 對 所以他們比較不會容易 差距被拉到 對不對 對 因為每次60秒 我看到最後都很驚人 我都捏一把冷汗 不過今天令援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這個是首讀祖先的著作 對 對 這個也是很厲害 他們連一題Pass的都沒有 對 今天現場有處女座的嗎 處女座 有處女座嗎 沒有 因為剛剛有一題他說 台財統計高額中獎的 最多是哪一個星座 是處女座 9.2% 但說真的 台灣的統計台灣人 也是處女座是最多 處女座在這裡 對 處女座 是處女座 是 那那個被稱為 孔子的72閒人之首就是演員 演員 對 沒有答錯的題目 沒有 這一段 這根本就是高手過招 他連那個奧運四面金牌 Kevin Durant他都知道 剛好看到新聞 對 因為他四面金牌 剛好就是從2024往前推 世界都是他 對 對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後無來者 那終於我們 四翔獲勝了 終於送了幾公斤 好 四翔就今天過半了 但是我覺得他特算半組 因為他是送B組 對 而且我們本來只有真的半組 是有一個人一直加 都要加什麼 謝謝 謝謝 我要看你啊 好啦 好好 謝謝你很棒 不要不要 謝謝你很大方 很棒 謝謝我們還是要恭喜B組 挑戰成功 可以挑戰成功 可以挑戰成功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怎麼會這樣一來以往 一個錯的題目都沒有 都沒有 而且他們答題都是這樣 面不改色 有的題目還沒念完 答案就已經出來了 因為他聽到關鍵字馬上就講 因為後面真的是分秒必撐 只要後面錯了一體 對方就贏了 他最後剩什麼八秒的時候 我想說一體就結束 他八秒他還可以撐到三秒 還有一體 對 而且後面兩隊的題目 感覺都好像有點長 真的 有啊 他後面已經在壓線了 老師還問那個五金 好 十金 和女 孟子 很緊張 很緊張 也謝謝兩隊呢 給我們帶來這麼好的示範 對 真的是太厲害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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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得到我們的50吋4K 一金一末 還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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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位觀眾也辛苦了 辛苦了 也謝謝兩位熱心的參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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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百變製作心 一起動腦筋 謝謝 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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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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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